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走出残疾的阴影 摆脱命运的安排 冲破局限 挑战自我 在实现自身梦想和价值的同时 让世人看到 残疾人不是不能 如果有机会 他们能做任何事 他们证明了人的伟大和生命力的顽强 这也正是残疾人运动会举办的初衷 我国是在1988年3月11号正式成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简称中国残联 而在此之前的1983年10月 建国以来 我国最大的一次残疾人运动会在天津举行 1984年10月 中国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徽合肥举行 1992年10月 在广州举行了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同时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被正式列为国务院审批的大型运动会系列 形成为四年举办一次的制度 从此 我国残疾人体育逐渐走向规范 制度化的发展轨道 中国残疾人体育步入国际舞台是从1982年的第三届远南运动会 这届运动会 我国共派出了15名运动员参赛 从第四届开始 中国代表团已连续六届夺得该项赛事金牌总数第一名 中国从1984年6月首次组团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七届残奥会 之后参加了1988年 1992年和1996年2000年的残奥会 在这五届残奥会上 共派出215名运动员 共夺得金牌80枚 银牌72枚 铜牌52枚 59人次获75项世界记录 25人次获残奥会记录 2008年的北京残奥会 中国代表团更是派出了332人的参赛阵容 是我国自参加残奥会以来规模最大 也是北京残奥会上人数最多的代表团 本届广州亚残运会 中国代表团派出631人 他们将参加广州亚残会全部的19个大项的比赛 南非的五腿飞人皮斯托瑞斯 波兰的独币女侠帕蒂卡 这些身残至不残的勇士 在竞技场可以和常人一较高下 让人感叹不已 而大多数的残疾人参加体育运动 也都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 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 是用身体和意志证明自己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 是用精神和毅力表现人格尊严 挑战极限的志气和勇气 举办残疾人体育盛会 就是要展示残疾运动员的顽强精神 让社会更多的了解关心残疾人 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平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